如果今天兩個人的年收入都是90萬 一個人就是單純的90萬 一個人是70萬加上20萬的股利 是不是某個程度 後者這個人就可以省的蠻多錢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剛剛講那個免稅額 標準扣除的 薪資特別扣除的加加就42萬多 那如果今天 他的這個單純薪水 他超過那塊就全部要成 5%或12% 但是這個股利 他有多一個東西讓你扣 就是剛剛那個合併計稅扣8.5% 就給我們那個20萬 20萬的8.5% 對 大概就是1.7萬 可以讓你做底扣 那你就抓到大概可以多省2萬塊的稅金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貝婷 欸 持續到了5月份 又到了令人頭痛的暴稅季 不過呢 如果你的年收入是在42.3萬元以下 恭喜你不用繳稅 但當然啦 你的稅繳的越多 就代表你的收入越可觀 這時候如果可以少繳一些稅的話 就可以獲得一些小確信 但對於小資俗來說 到底要如何有感的結稅呢 我們今天很高興的 可以邀請到圓夢會計師 胡樹雲 胡會計師掌聲歡迎 大家好 主持人貝婷你好 很高興今天可以邀請會計師來到我們現場 因為我覺得 其實說到報稅 這件事情對很多人來說應該蠻頭痛的 雖然說現在用電腦啊 或是用一些線上的方式 其實是可以加快很多的速度 但是如果想要知道 我到底繳了什麼錢出去 或者是我到底透過什麼事情 可以減少我繳出去的錢 應該很多人都很好奇 是啊 那會計師我們這邊可以先幫我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今年這個五月份 我們繳稅的這些人來說 哪些人是可以不用繳稅的嗎 免稅的 免稅的數字一個人是九萬二 對 那七十歲以上十三點八萬 那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今天你比較懶 我們有標準扣數額 跟六九扣數額可以選嘛 那如果今天你有買保險啊 捐贈啊 然後有看醫生啊 醫藥生育費啊 然後這個前陣子不是有地震嗎 那這個有災損 你去申請災害損失 你有這些相關的列舉扣數額 那當然就是以列舉扣數額為主 但是如果你今天列舉扣數額 金額沒有很高 沒有超過政府給我們的標準扣數額 那我們就標準扣數額就好啦 所以很多小支柱都是選擇 標準扣數額 那那金額多少 那目前12.4萬 在2023年度今年申報是12.4萬 那如果你有配合就雙倍 24.8萬 OK 那這樣加起來就只有 21 22萬多而已對不對 那跟你剛剛42萬怎麼還有差呢 在哪裡 至於說我們到份的 九成的人都是上班族 所以他是零 薪水 所以薪水政府有給我們一個 因為你這個上班族的身份 那你特別多扣的 這叫薪資所得特別扣數 那金額多少 20.7萬嘛 20.7萬 所以這樣加起來就是42.3萬以下的單身族 就不用繳稅 那如果換算成月薪就是 35250元 但是我相信看我們的 小資底財藍圖的觀眾朋友 應該不會就是年收入42.3 可能很多是年收有破百 破百 那如果今天是破百 破千 破千可以年落一下 如果破百的話要怎麼去算 那我們大概算一下說 那他這樣今年如果他是單身族 破百的話 他要繳多少的稅 好單身族 剛剛講單身族 他的標準扣數額 免稅額跟 薪資所得特別扣數額 加起來42.3萬 對 所以假設我們他就是講了100萬好了 是 100萬減掉他的免稅額 扣數額大概就是只剩下 57.7 對 你很精確 數學的信息很好 我就抓60萬 好 是不是差不多60萬 對 好60萬的話 他就看我們的重所稅急距 2023年度的急距 第一個急距是56萬以下 課5% 嗯 2萬8 對2萬8 然後再加你超過的部分 課12% 我這邊有先提前算了一下 因為我怕我算不對 如果說是 你是年薪百萬的話 就是你扣掉了這個 42.3萬 你剩下57.7 對 然後這樣全部 像剛剛會計師講的 這種稅率的一個 急距的去乘語上 乘語然後加起來的話 就是你要繳3040元 是 然後如果 因為我很好奇就是 如果今天是破百萬 可能一些小資族 應該就很好奇 他們要繳多少稅 對 然後我這邊也算 如果200萬的收入 你要繳17.54萬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就是你賺越多 你就要繳越多稅嘛 對 年進稅率越上去嘛 對 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講 可能賺錢其實也很辛苦 就算他的年薪是破百 破200 那這時候 可以怎麼樣的 有感節稅 就變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實節稅喔 這是問數學問題啊 因為我們所得稅的公司就是 先算你的所得 加起來 所所得包括薪資啦 鼓勵啦 利息啦 租賃啦 還有其他 連那個重獎都要算進來 你割割全部加 然後減掉扣除了嘛 扣掉扣除了就是 剛剛講的 那個免稅額 還有標扣 或是列舉扣除了 或是特別扣除了 所以其實節稅就是兩種而已 要嘛就是收入不要那麼多 不可能吧 當然是要拿啊 第二種 但還有一個明目啦 就是你是拿薪水 我是拿別的就有差別 例如拿薪水 原來就是只有20點 20點7萬可以扣 那個薪資特別扣除了 但如果今天你不是拿薪資 像你看我是會計師對不對 像我們節目也有很多是那種 律師 醫師 建築師 或是經紀人這種 甚至藝人 那你就有他的所得類別 就不是薪資所得客戶 他就不是薪資 他就叫做 可能叫做執行業務所得 那執行業務所得 你看你100萬你拿 你是不是只有20點7萬可以扣 扣20萬就好了 你就是打八折 並入所得課稅 但是我是會計師 我的職業 可以讓我抵扣35% 你這100萬我只要任列 六十五萬就好了 打六折啦 滿有感的 差很多對不對 我現在只講100萬 500萬耶 一樣是照這個 你不是20%了 你是20還是20.7萬 我是35%全部可以扣 一千萬就差更多了 所以台灣有時候 我們鼓勵我們聽眾 去多考一些證照 因為證照就有機會 讓你用執行業務所得 這是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去改變 我們的所得類別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扣除了我們可以扣 所以說 免稅最基本的 所以人家說 為什麼五月孝子特別多 就特別孝順 因為可以撫養嘛 我撫養保母媽媽 甚至撫養阿公阿嬤 70歲以上 我們的免稅更高 我記得是13萬 對13.8萬 70歲以上 我的免稅13.8萬 那明年更多 明年14.55萬 所以你只要又多13.8萬 你5%的話 又省了一些錢 對不對 省了這個五六千塊錢 差蠻多的 如果是你試用 剛才你說試用到12% 20%的人 20% 20%就差很多了 就已經省了將近 13.8萬 20%等於是 兩三萬 所以這個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免稅額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那再來就是那個扣除了 扣除了就列舉扣除了嘛 列舉扣除了捐贈啊 所以有人說 就是可以去廟裡有沒有 順便可以求祈福對不對 然後做點善事 然後又可以列舉扣除了 這是一個方法 上限就是你所得20%嘛 所以如果你100萬的所得 就是20萬可以捐啦 超過就是單純的 他的愛心 但是他也是可以幫忙 節稅的意思 但是對於可能 有投資的小資族來說 我們會想到的節稅 是想到說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 投資股票啊 或是什麼 這種小額上面的一些 股息 股利 那這個地方也是可以在 繳稅的時候 有一點點小小的甜頭 對 這個有點 政府給我們的小確信 這個可能是政府的BUG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你剛才講的 股利嘛 我拿投資 如果是發股利 出宣息 拿股利 那目前台灣的個人 股利所得稅 他的制度是兩種算法 一個是合併 併到你原來的重所稅 其他的所得一起併 然後可以讓你抵扣 可扣抵稅的稅率 那你抵8.5% 8.5% 8.5%讓你抵扣 但是上限就是讓你最多抵8萬塊 所以你是試想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是用5%的小支柱 是 的稅率 那剛剛那個可以抵幾%股利 8.5% 8.5% 這樣好像有3.5%的 小確信 退稅喔 其實就是如果你今天的急劇 是5% 某個程度 你如果是用股利來去做結稅 就很適合 就好像我除了投資股票之外 我還可以拿到些錢回來 如果今天兩個人的年收入都是90萬 一個人就是單純的90萬 一個人是70萬加上20萬的股利 是不是某個程度 後者這個人就可以省得蠻多錢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剛剛講那個免稅額 標準扣除了 薪資特別扣除了 加加就42萬多 那如果今天 他的這個單純薪水 他超過那塊 就全部要成5%或12% OK 但是如果另外一個人的所得類別 你剛剛說一個是70萬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20萬 那他的70萬 他的薪資整個降下來 所以他的成的稅率可能比較低 或是可能一樣 但是這個股利 他有多個東西讓你扣 就是剛剛那個合併計稅 扣8.5% 就等於我們那個20萬 20萬的8.5% 對 大概就是1.7萬 可以讓你做抵扣 那你就知道大概可以 多省2萬塊的稅金 其實 少繳將近2萬塊的稅金 是蠻有感的 對 那如果說你說進 到底是 但是因為那20萬也要繳5% 但是這個就很公平 因為剛剛那90萬 他那個20萬也是5% 這是不是公平 所以他完全多扣8.5% 了解 那像這樣子聽到這裡 是每個人 那這樣是不是大家 就一窩蜂一直去投資股票啊 什麼就可以一直省錢 他沒有一個無上限 沒有當年8.5%一直永遠扣扣扣 扣8.5% 他說他講的嘛 上限8萬塊 所以你就抓8萬塊 但是可以抵8.5% 可能大概算一下 大概可能94萬到100萬 你就抓100萬好了 100萬差不多的股力 你成8.5%大概就是8萬塊 再超過 那個8.5%不能讓你全抵 計價方式 是 好 那個股力所的 剛剛講說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合併計稅 並其他所的 然後抵扣抵8.5% 上限就是8萬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就是分離課稅 或者講說分開計稅也可以 他就是一口價 所以你所有股力金額 直接乘28% 就是一口價 所以100萬就課28萬 所以你要聽到100萬 那好像分開也是比較貴啊 沒錯 因為剛剛100萬我併其他所的 我12%或是5% 然後抵8.5% 抵8萬塊也好啦 還是比較省 因為12%才12萬 你就會安慰 啊會計是到底高到多少金額 才適合用分開計稅 因為他電腦會 手機或電腦會自動幫你算 你要合併還是分開計稅嗎 我跟你講很多人想像不到說 那是不是差不多 我金額28% 所以我是不是30%就適用 30%大概是300萬就所得 但不是喔 為什麼 因為他是累進稅率 你大概在適用30%稅率的人 你實際有效稅率大概只有 10幾%到20%而已 還是比28%還要低 所以我們幫大家抓過了 如果你薪水大概50萬 你的股力大概高達7-800萬 才適合用分開計稅28% 所以大部分人還是用合併計稅 我們就把那個問題往前調一下好了 老師剛剛我講說這個佈局 那講到佈局 那等於明年的繳稅的規則 條件又不太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如果說 今年從現在開始 現在我已經沒辦法改變了 那明年這種新智上落 我現在要開始佈局 我有什麼樣的一個節稅的攻略 是 我們這個 因為你跟他說CPI 物價指數調漲通膨 政府有針對一些免稅扣除了 有調漲 我們今年申報 是9.2萬免稅的一個人 明年開始是9.7萬 明年申報然後今年所得 然後70歲以上 13.8萬變成14.5萬 標扣12.4萬變成13.1萬 那新智所得特別扣除了 從20.7萬變成21.8萬 本能配合非常清楚 有身心障礙 再讓你多扣 一樣是21.8萬 所以這樣跟他加一加 本來今年是42.3萬 明年開始變成44.6萬 你就抓45萬 45萬就不用課稅了 那這個房租 房屋租金特別扣除了 這是明年的課稅方式 以前是 列舉扣除了 今年開始是特別扣除了 特別扣除了 那這個很特別 因為叫做列舉扣除了 就是跟標扣 標準扣除了兩個 只能二選一嘛 所以如果今天你 你沒有買保險 你沒有捐贈什麼都沒有 你就只有房租 你就是以前房租12萬 那你標準扣除了 這兩個就只能二選一嘛 但是在明年開始 這個部分有新的 我今天是房租 漲到18萬 而且它叫特別扣除了 也就是政府讓你特別再多扣 也就是標扣還可以再扣 所以標扣12.4萬嘛 但明年開始13.1萬 也就是你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事情 你明年開始可以多扣多少 12點13.1 然後再多扣18萬的 最近特別扣除了 所以這樣加起來就將近是 20 31萬 31萬 但是今年就 白收 明年就還蠻快樂的 對 其實多了10萬多 差蠻多的 如果你5% 10萬多 5%差很多 就5千塊 好 那這個 幼兒血錢特別扣除 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因為 目前今年 我們今年申報 還是一個人12萬 對 補稅一下 但是他牌付 牌付條款 就是如果你所得 稅率是20%以上的 就沒辦法 不行 但是明年開始 身金額調高到第一隻 第一隻小孩15萬 第二隻 鼓勵你再多生一點 第二隻就 漲到22.5萬 第三隻還是22.5萬 就生越多 給你扣越多 而且那個 稅數有調高 我們那個郭董 以前 四年不是選一次總統的時候 他的政策是什麼 零到六歲國家一樣 所以我們政府聽到了 採用他的政策 六歲以下 六歲以下 從五歲變成六歲 六歲以下 而且不排富 優生學 你們有錢的趕快多生一點 也給你扣 不要說有錢就不然扣 這改變其實蠻大的 這傾向蠻大的 你可以12萬變15萬 差3萬塊 5%也是差很多 對不對 那如果生兩個 多生22.5 22.5 比數又多了 將近快10萬 又多了5千塊錢 對啊 內政部就是說 我們能口紅利越來越差 我們2021年開始 我們新生兒的數量 首度被寵物的數量 紅心交叉 寵物金 搞不好以後會都扣除 是寵物特別扣除 我覺得會有可能 亂講的 等我當陳正部長說 聽到眼睛都亮了 好一個叫基本生活費 基本生活費 它也是一個節稅方式 但是它也不是節稅 就是政府想說 每個人生活都有最低消費 是 那我也讓你免稅的 特別扣除了 標準扣除了 那你扣嘛 但是假設我們今天講誇張一點 我今天有100萬的收入 那我的這三四個家庭人口 我們一個人是20.2萬嘛 那假設五個人好 兩個雙心家庭 然後再加上個小孩 或是我應該講兩個小朋友 然後也扶養兩個父母好了 這樣比較符合我們現在的狀況 這樣五個人對不對 那我五個人 基本生活費 一個人20.2萬 意思是說你們這個家庭五個人 一年要花100萬 你花100萬 結果我收入100萬 請問你有剩下錢嗎 沒有 一毛不剩耶 嚇風 沒錯 但是我政府給我的免稅額 標準扣除了特別扣除了 扣扣扣扣扣 不到100萬耶 代表什麼 你多的 假設我只給你扣90萬好了 我還有10萬塊錢 沒得扣 那這10萬塊是不是要繳5% 那我要繳五千塊 我已經一毛不剩了 還給我繳五千塊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這十萬意思是說 基本生活費就是說 如果今天政府給你的扣除了不夠多 那你多扣這個查了 所以這個有點複雜 它是算你的免稅的標準扣除了 你只扣除了特別扣除了 扣一扣 然後如果今天你扣的不夠多 那你多扣 補扣啦 低消改靈 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那個退休金 退職所得 退職所得本來分期領取一年 八十一點四萬 那明年開始是漲到八十五點九萬 OK 那你是一次領 一次領的話 就看你年資多少 可是你今天有十年的工作年資 那你去年退休的 今年申報 是十八點八萬乘上十萬 就是 十年就是大概一百八十八萬 一下都不用繳稅 一次領 大概到三十七點七萬 乘上你的年資 計半數到眾所稅 超過就全部計進去 那明年開始是變成十九點八萬 以下免稅 三十九點八萬計半數 好 這是一個比較大變化 這都蠻大的一個變化 對 那這樣聽下來是不是有沒有拿幾個 你說是可以租屋了 租房子 多生小孩還是什麼 多生小孩 你都已經講答案了 租房子 房子也是可以做 還有就是這個保險費 那個剛剛講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叫基本所得 基本所得本來一戶是六百七十萬的 免稅額 明年開始變七百五十萬 六百七跟七百五十 這差很多 是差了八十萬 就是指說你有海外所得這種 錢在海外賺到錢 那以前規定是一百萬以上的新台幣 就要報海外所得 最近是不是二十趴 那你如果是這個 明年開始 就今年的所得 那就有七百五十萬跟一百萬可以扣 如果沒有你其他所得大概有八百五十萬 都問題 那那個保險也是一樣 保險 你最近稅務室裡面有個叫做 腰保人跟所有人不相同的話 他有一個死亡給付 他有一個免稅讓你扣 三千三百三十萬去年 那今年開始是三千七百四十萬 所以這個都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樣看起來這個數字都會比 等於明年我要繳的稅 可以扣掉的東西都比今年多 多一些 希望說通膨不要那麼快 不要讓明年的收也沒有趕 但是像剛剛講到 如果是以鼓勵這件事情 明年會有變嗎 還是明年是照圓 鼓勵是沒有什麼變換 就還是一樣是那個 我們剛剛提到的8.5% 8.5% 上限8萬 或是分開計稅 28% 現在這種投資產品越來越多 那是不是如果今天我是0094 00939 可能會想說 我每個月都有拿到這種利息進來 那會不會其實扣來扣去這種手續費 扣來扣去之後 反而好像也沒有到這麼賺 對 這有時候是手續費 有時候你用網路申報 或是跟鑑商業委搞的關係 搞不好手續費還可以 其實我們投資成本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還有稅的成本 怎麼說 因為我們現在國內外 為什麼那麼流行ETF 跟稅有關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個股 上市會股票 證券交易稅 是不是成交價千分之三 但是ETF不一樣 DETF更低 是千分之一耶 差三倍 甚至有些什麼債券型的ETF 它也免證交稅 所以它有可能這個 也因為你投資了不同的產品 金融商品 你的稅金就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覺得 投報率差不多 也許你可以挑 稅金比較低的 那這就跟剛剛講成本有關 我的活力一樣 但是我成本越低 我活力大概越高 那像剛剛我們提到說 像8.5 或者是說像老師講 我們有個上限 所以可能說股息 鼓勵 不要超過100萬來做一個依據 剛剛我這樣講嗎 沒錯沒錯 但是如果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今天我就是一個投資達人 那我想要有勇敢的去控制這個範圍在100萬 有些人就可能會去選擇 那我就是賣出股票 或者是我就參加初選席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就是我可以把這個算得剛剛好 對 有幾個關鍵 就是你可能要先熟悉一下 所得稅跟鼓勵那個稅怎麼算 因為剛剛有幾個邏輯 有人說到底要不要參加初選席 其實如果今天你稅率是剛剛講的 你是5%的這種人 然後你的鼓勵其實沒有拿很多 你就勇敢給他參加初選席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是適用5%稅率的人 我變你鼓勵還是適用5% 那我合併計稅是不是 有可以抵扣8.5% 所以你是退帥3.5% 那當然要參加初選席 好 那另外一種人是 他稅率30% 40%這種人 我參加初選席 我8.5%可以抵扣 但是我的眾所稅率是30% 40% 所以你是先抵30% 40% 再讓你8.5% 所以其實就有很大問題 而且這種金額比較大的人 他的鼓勵通常也會比較高 那他的可能這個上限8萬 就被用掉了 所以他基本上就會 乾脆不要參加初選席好了 就把它先賣掉 等到之後就把它給買回來 但這個一來一往的動作 如果我今天有很多支 他不就變成我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他有兩個缺點 一個就是你剛剛講的 我相關的證交稅浪費掉 手續費這種都浪費掉 還有腦力 重力力 還有一個更慘的是 如果今天你為了想要 省那個鼓勵所得稅 我就不參加初選席 結果我賣掉 結果我是不是給你 我要等過了那個基準日 我才能買回嘛 不然還是你還是要課稅啊 好 那我進入買回的時候 差一天兩天假設 掌停板鎖死 你都買不掉了 你賺了省了稅 所以虧了什麼 虧了那個價差 所以有時候就又很矛盾 老師那我們今天 最後一題我想問 如果今天就想要跟我們的 小資理財的觀眾朋友們 來建議的話 到底要如何有一個 節稅的佈局呢 OK好 節稅佈局最基本上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 這個所得類別 那如果你還是上班族 你剛好是在200多萬左右的人 我建議大家 平常要熟解憑證的好習慣 因為我們新資特別扣除了 不是20.7萬嗎 明年21.8萬 那你就覺得好像也不夠扣啊 這樣我還有80萬要繳稅 那這樣子有個方式就是 你要熟解憑證 因為我們有三種類別 也是可以特別讓你多扣的 一個叫做製裝費 一個是教育訓練進修費 所以很多那種金融業 他們就可以想要在上課 這可以拿到發布可以抵扣 還有一個叫工具支出 所以這三種憑證 每一個是所得經營三八上限 也就是說大概200多萬的人 他很適合收集憑證 除了原來那個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了那裡 20萬 21萬那裡扣之外 可以讓你多扣的 這很好 還有就是平常可能就是 要有感的去透過一些投資啊 剛剛說鼓勵這個 鼓勵可以讓你減稅 3.5%的小確限 這個有機會可以多賺錢 然後又可以減一點稅 那另外一種就是 保險費啊 捐贈啊 然後購物捐款一起啊 租金啊 生小孩啊 就是好好的去賦養他 然後他就有這個扣除了 可以讓你扣 一支可以扣18萬 第二支可以扣22.5萬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可以投資新創啊 那個也可以省稅 反正就是說政府有很多 免稅的扣除 很多讓你扣 那你就多善用這個東西 了解 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老師 到我們節目上 但我相信呢 今天的資訊量很龐大 不過沒關係 就是觀眾朋友可以先 把這集給撐起來 不過呢就只要記得 最大的這種結稅的大方向 相信呢大家在報稅的時候 報稅一季就不會再這麼頭痛了 那今天很高興呢 可以邀請老師到我們的節目上 那如果觀眾朋友 喜歡我們的小資歷財藍圖 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最重要的是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